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2层高楼一跃而下 血溅孙子的婚礼现场 是什么原因竟使得祖孙二人反目成仇 让奶奶不惜以这样的方式 也要破坏孙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今天的影片值得每个人认真观看 2010年9月26日凌晨2点 一通报警电话 打到了大连市警察局 电话内容使得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接线员都不寒而栗 喂 派出所吗 我们小区有个老太太系着红腰带从12层楼跳楼了 现在场面很乱 快派人过来调查一下吧 纪线员整理好思绪后 问到了事发地点 接着便赶紧安排执勤民警赶到事发现场 在警察赶到之后 首先一入眼中的便是李奶奶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 身上的鲜血还不断地往外流 救护车就在一旁 但此时并没有将李奶奶拉上车 从医生的口中得知 李奶奶已经抢救不回来了 从12层楼掉下来的时候 李奶奶刚好头颅先着地 这个姿势落地当场就被宣判了死刑 就连审仙来了都没用 医生来之后查看了奶奶的情况 便给殡仪馆打去电话 要让他们派车将李奶奶接到火葬场 警察们看到李奶奶横死在小区楼下 便从楼上的住户那里了解情况 从邻居们的口中得知 跳楼老人全名叫李世兰 今年已有80多岁高龄 他一直和孙子王涛一家居住在一起 今天不知是因为什么 李老太竟想不开地从12层楼一跃而下 并且听邻居们说 今天还是李老太孙子王涛结婚的日子 仔细一想 这一切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随即警察就准备对王涛展开调查 毕竟这是一条人命 不是个小事 当警察赶到12楼敲开了王涛家里的大门时 王涛的反应却令在场的众人感到愤怒 此时王涛并没有睡觉 因为明天就是他大喜的日子 他还在准备明天婚礼所用的物品 警察看着王涛的眼神 发现他的眼神里并未出现一丝一毫的悲伤和难过 反而更多的是一种淡然和轻松 这样在场的警察们认为 李奶奶或许并不是死于自杀 基于主观印象 面前的这个男人成为了最大的犯罪嫌疑人 可换个思路想 谁又能对自己的亲奶奶下毒手呢 经过警察与王涛的一番交流 他们没有发现丝毫破绽 这让警察统治又觉得李奶奶的死和王涛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以把这个事件定性为自杀 然而就在警察放弃了对王涛的怀疑之后 更令人狗血的事情发生了 正常来讲 如果家里死了人 大家都会紧锣密鼓地优先操办丧事 毕竟死者伟大 这也一直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可王涛不一样 他又若没事人似的 自顾自地推进着自己当天的婚礼进程 丝毫没有因为奶奶离世而取消婚礼 或者演技举行 就像是一个冷血动物一般 早上八点钟 婚车车队也如约来到了王涛家楼下 司机们并不知道这一家发生的变故 可是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戚 朋友 邻居们可都是门亲的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王涛要在亲奶奶刚离世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里 还要举办自己的人生大事 难道王涛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如果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王涛家里一些脾气火爆的亲戚便质问王涛 你奶奶今天死了 从这栋楼跳下来的 你个贵儿子现在还有什么脸办婚礼 赶紧去火葬场看看你奶奶去 别人着急 可王涛却没有一丝极破感 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说实话 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 再去结一次婚 都到这个份上还能怎么办 硬着头皮结吧 所以那天在所有宾客震惊的眼神和谩骂声中 这场婚礼依然是进行了下来 据了解 林奶奶还有一个更不靠谱的二儿子 当林奶奶跳楼离世的消息传达给二儿子时 二儿子并未赶至现场 而是借口身体不适 拒绝前往现场 无奈 警方只能前往二儿子家里了解情况 可这二儿子却连门都没有让他们进 只是站在门口重复着刚才的说辞 说完便关上门回到屋里躺下休息 警方眼看着 在这里也得不到太多有用的消息 便选择打道回府 回去之后 他们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于是他们又来到了王涛家里查找线索 没想到还真让他们发现了更重要的信息 王涛锁住楼层的消防通道 有一个用隔板隔出来的小屋子 大小不过十平方米 警察们进去后瞬间捂住了口鼻 甚至有几名警员还有了干呕的反应 寒酸的小屋子里散发着阵争恶臭 只见小屋里放着一张破旧的支架床 一张小桌子 以及零散的生活用品 在警察的追问下 王涛承认 这里是李奶奶生前的最后住所 这个寒酸的小隔板屋 与王涛家近百坪 装修精美的房子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从居委会的口中得知 李奶奶生前最后的生活并不如意 她每月只能靠孙子王涛给的300块生活费 勉强维持温饱 这个小屋子冬天不能避寒 夏天不能散热 李奶奶腿脚还不方便 每每上厕所都不能及时上下楼 只能在小屋子里解决 每天趁着深更半夜的时候 才敢将自己的小便顺着窗户倒下去 趁着楼梯间有人清理垃圾时 祈求人家顺带清理一下自己的大便 有一段时间 李奶奶年迈的身体 已经不能支撑她将自己的生活用水 端到寒酸的隔板屋 她只好敲开自己曾经住所的大门 向王涛的母亲借一点水用 而王涛的母亲正是李奶奶的四儿媳妇 此时打开门的四儿媳妇 却说了一句谁都想不到的话 四儿媳妇说 不是经常有人给你送水吗 你找他们吧 说吧就关上房门 不愿再理会这位曾经的婆婆 可怜的老太太孤苦伶仃地住在这里 让她怎么想都想不到 曾经的亲人此时竟如此狠心 将自己抛弃在楼梯间寒酸的小屋子里 李奶奶的心里充满了无奈 她看着窗外 对于这位儿媳妇失望透顶 她只好拖着年迈的身躯 勉强将生活用水从楼下端到楼上 那么顾管老人到底为何独居在楼道的隔板间 又是为何被自己的儿媳和亲孙子嫌弃 经过警察多方打探 李奶奶的家庭情况渐渐浮出水面 李奶奶本来有一个丈夫和四个儿子 日子虽然不富裕 但也过得和和美美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丈夫和老大 老三 老四 都相继离世 这个家庭里突然出现了四个人的离世 使得李奶奶承受了巨大的悲伤 精神也接近风崩离析 可生活还要继续 在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后 李奶奶也就继续居住在 丈夫的单位宿舍 刚好趁着房改 将这间不到百平的单位宿舍 以17万的价格买下 作为自己的最后的落脚点 在这样一段时间过后 两个身影敲开了李奶奶的房门 李奶奶的四儿媳和孙子王涛 来到了李奶奶家中 表示希望可以和李奶奶一同居住 李奶奶当时一年制花甲 身边多两个人照顾 总要好过于自己孤身一人 警方后来从邻居口中了解到 刚开始的几年 李奶奶也确实很感激这对母子的照顾 并愿意将自己的房子过户给孙子 可就是李奶奶表示愿意将房子 过户到孙子名下后 噩梦开始了 在孙子王涛成年后 王涛以快到结婚年龄为由 开始劝说李奶奶将房子过户给自己 并保证一定照顾好李奶奶的晚年 李奶奶看在母子二人 确实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很快就答应了这个请求 但在过往户没多久 王涛就与母亲商量 将李奶奶送去养老院 毕竟谁都不愿意让女朋友知道 自己没房需要靠奶奶 于是 王涛和母亲在楼梯间搭起了隔板房 强制将奶奶 以及奶奶的生活用品搬如其中 日积月累 李奶奶的心理委屈越积越多 这也导致了 她在孙子大喜之日跳楼的悲剧发生 利益是短暂的 亲情是无法斩断的 只顾着眼前的利益 只会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即使关乎着重大的利益 得不到也不要抢 如果可以 亲情不要掺杂太多利益关系 共同的利益 可以使两个不相识的人越抱越紧 单独的利益 也会使两个亲兄弟越打越烈 朱柏卢《志佳格言》中说 重资财 薄父母 不成人子 看重资产 不好好对待自己的父母 愧对自己作为孩子的身份和责任 世人已逝 只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 在以后 可以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更加宽容 也希望李奶奶的后代 可以不再为眼前的利益 而和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反目成仇 可以互相包容 互相帮助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单思不能呈现 孤掌难以自明 起起伏伏是人生 在落魄的时候 亲人 朋友 能有人拉一把 总好过一个人在泥坑里的摸爬滚打 只顾着眼前的利益 只会错失这些在落魄时候 拉一把的朋友和亲人 这些在落魄里的摸爬滚打 这些在落魄里的摸爬滚打